好继续来看到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主委张一华来到玉里镇参加花莲县党部出席小组长精实训练 给予小组长们鼓励跟加油 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主委张一华来到玉里镇参加花莲县党部出席小组长的精实训练 给予小组长鼓励加油 张一华表示最主要就是来为大家勉励加油 同时透过LINE等群组讯息传递 让基层选民了解县市长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在这边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讲习会 特别也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如今疫情这么险峻这么严峻之下 我们也遗憾有些小组长因为确诊 或是因为被居家隔离被方列而没办法来 希望大家一起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意义 张一华表示 这也从秀林乡到复里乡 总共有900多位的小组长 从这场小组长训练出席率来看 是非常的有信心 更是期待五合一 徐正为县长争取连任之下 共同把花莲县共同建设起来 五合一的顺选就能证明 2024台湾要走向一个安定 安和希望的所在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 是一带里乡的 那一带了 我还能证明一下